这位新手爸爸说出好多人的心声 等到孩子出生才知道 尿布 奶粉 湿纸巾等宝宝必备的消耗品 开销惊人 他是美国财经媒体CNBC的制作人Darren 照理说薪水不低 但是直到宝贝女儿Alma出生 才深切感受到物价压力 在高通膨时代养儿育女 爸妈们恐怕都是口袋像有破洞一样 钱都留不住 这位同样也是CNBC的媒体人 二宝妈对这一路育儿血泪很有感 你没听错 学龄前的小宝宝又送去日间托语中心 结果费用比要去念史丹佛大学的学费还要贵 根据她的说法 以旧金山这区来说 全日托的保姆一个月的收费就要台币四万八千元以上 对比台湾双北地区通常费用是一万八到两万元之间 美国的收费足足比台湾高出两倍 以家庭来说通常最大笔的开支可能是房租 但是在近年发现开始改变 有小孩的家庭光是孩童照护开销就逐年攀升 目前已经占了家庭收入的13% 根据安侯事务所分析显示日渐托语和学前教育的费用 从1991年到2024年涨幅就高达百分之两百六十三 另外根据美国财经投资机构的分析 从小孩出生要养到十八岁 至少三十三万美元相当于台币一千零六十万元的花费跑不掉 而这只是最低门槛 惊人数字让很多美国年轻人不愿意生小孩 越来越多人秉持不婚不生快乐一生的人生哲学 也有人是像他们这样衡量过后选择不生小孩 除了考量自己与另一半的个性适不适合育儿之外 有越来越多人是以财务状况来衡量 美国有33%的年轻人认为自己现阶段无法负担养儿开支 而在现在高通膨时代大家都感觉财政紧绷 就算美国通膨已经降到三年来最低 民众还是无感 美国八月份CPI月增幅0.2% 年增幅2.5%合于预期 但是核心CPI月增幅0.3%超过预期 也交习外界对联准会降息两码的期待 目前看来降息一码几率达到85% 降两码的几率只剩15% 但是通膨会不会随着降息而在升温 这也是联准会必须控制的风险 分析师认为迈入年底消费旺季 通常都是消费热络之时 通膨压得不够低就贸然降息 可能会让物价涨势再起 通膨顽固难解恐怕得更加谨慎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